我們這些會讀空氣的人 我們認定了你是怎樣就是怎樣 你騙不過我們的法眼 在團體當中求生存 千萬不能當小白喔 時不時蹦出一兩句白目的話 然後不懂得讀空氣 你真的會死得很難看 接下來我們就要談哪些星座 是有讀空氣的能力 來來來 趕快醒過來 因為你們如果不打開你們的潛能 空氣也是讀不到的唷 每一個巨蟹座都有一本主管飼養手冊 因為把主管伺候得好好的 你的日子就會很好過呀 不是嗎 所以巨蟹座非常懂得對老闆察言觀色 馬上就知道了 這樣代表你心情好 那我可以加碼進攻 這樣代表你心情不好 那我要不然就來安撫你 要不然就離你遠一點 他們也很能記住人的喜好喔 時隔一年之後 他還記住你喜歡喝什麼飲料 你會不會很感動呢 那更不要說巨蟹座還有第六感 當他們第六感來的時候 這個能力就真的別人學也學不來了 就是一種靈感跟一種直覺 很自然的知道你今天心情好還是不好 再來就是巨蟹要不要的問題了 當一個巨蟹願意他們是很能夠換位思考的 他會站在你的角度去想 我這樣講他會不開心嗎 當一個巨蟹願意這樣做 通常都能夠講出很得體的話 正因為如此 所以非常多的巨蟹座是很有長輩員的 我曾經遇過一個巨蟹座 它就是六朝老成 因為每一個董事長在過世的時候都會拉到他的手 我說請你照顧我的第二代 不過說真的 當他們願意配合的時候是百分之兩百的配合 當他們不願意的時候也是百分之兩百的配合 今天來點負能量 十二星座誰最負黑 表面上跟你很好 背後卻可能會弄你 到底十二星座為什麼要負黑 那個負黑的moment又在想什麼呢 另一個呢就是巨蟹座了 同樣作為水象星座 巨蟹座的人他的腹黑往往出於自我保護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本性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善良 然後很容易相信別人或很容易同情心 所以他們很可能就會過於善良而遭到別人的欺負 所以一旦一個巨蟹座覺得環境很危險的時候 他就要小心地保護自己 他永遠有一道柵欄 不對的人請你離我遠一點 或者是這個人的話只能信幾分 他心裡就會有一把尺了 雖然星座的毛病大不同 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發病的樣子 巨蟹座對自己都有一個設定 我是一個好人 我是一個賢妻良母 我是一個能夠忍耐或服務周到的人 所以他們超怕人設崩壞 在這個前提之下 他們會盡量地演 如果是賢妻良母的形象 就不能隨便崩潰啊 如果是好好小姐的形象 就不能隨便拒絕啊 他會盡量做給大家看 所以咯如果有人要你做一些幫忙的事 就算你心裡百般的不願意 但是可能還是會接受一方人設崩壞 所以咯他們常常把自己搞得很委屈很累 但是誰逼你啊 不就是你自己逼自己的嗎 最後我就大崩潰了 其實已經被封鎖了 雪兒星座討厭你的舉動 有些超明顯 有些要通理才能看明白 沒問題 今天我就來帶你看個清楚 巨蟹會盡全力地避免跟討厭的人 在同一個場合裡 如果不得已一定碰到 那麼就算碰到面擦肩而過 他也會完美地假裝沒看到 就算不得已眼神碰到了 也會給予你一個你絕對感受得到厭惡的 高難度禮貌微笑 也會對你做出很多小的惡意舉動 但其他人絕對不會發現只有你知道喔 所以咯 就算你去跟別人訴苦 我好像被那個巨蟹討厭了 其他人也會說 哎呀你想太多了啦 他不會這樣對你的啦 他對我們大家都很好 我看他也沒對你怎樣啊 這會讓你有一種 我是不是進入平行時空的感覺 要花很久的時間才能確定 我真的被他討厭了 看起來很善良 其實在使壞 你眼前的十二星座 有可能是哪種小人呢 巨蟹分兩種 一種貼心 一種灰心 黑心型的巨蟹 當然就是我們眼中的小人啦 因為他沒有安全感 對人性也不信任 有時候一點小事就可以忌恨忌很久 擅長把自己經營成受害者 我想在上一次 《學二星座這樣就是討厭你的影片》裡 已經有非常多網友的留言 讓我們知道被巨蟹黑過的人 有多少苦水要吐了 巨蟹的守護心是月亮 月亮可是永遠有一面是暗面的喔 就看他要不要用而已 他們也很懂得拉攏 刺要敵人 對付主要敵人 所以被巨蟹欺負過的人 常常會感到孤立無緣 求助無門 除非你裝監視器 天秤一定很隨和 處女一定有潔癖 天蠍一定愛復仇 雙魚一定很浪漫 不好意思 你一定誤會什麼了 十二星座隱藏真面目 來了 我只能說巨蟹的人設實在太成功了 他們就是愛家的點心 溫柔 包容 隱藏版的巨蟹座 內心超多小劇場的 當然啦 他隱藏了這麼多心事 他會不會痛苦 當然很痛苦 可是他還是要隱藏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真的很在乎面子 他真的很在乎人設 他如果站上了一個賢妻良母 或者是好老公的位置 他就是要演到死 雖然他演得很不甘願 而且一個巨蟹座 其實比你想像中還要更理性喔 如果遇到了他們想堅持的事情 他是一定有理由的 所以他會跟你好好地溝通 理性地分析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嗯 你們不是一個很容易崩潰的星座嗎 但其實不是 行走江湖 會做事還要會做人 偏偏十二星座 各自有自己的盲點 得罪人了還不自知 巨蟹呢 有分體貼型跟神經質型 體貼型的巨蟹座呢 很會照顧別人 也很會收拾自己的情緒 而且隨時隨地都在幫大家 張羅東張羅西或張羅吃的 但是有一種神經質的巨蟹 他的情緒是過度壓抑演化而來 因為這樣 所以他覺得 為什麼所有的人都要欺負我 為了替自己平反 他很可能會公開在社群平台發表長文抱怨 把別人都說成壞人 而且這樣的故事可能一而再再而三 常常會讓人覺得好在倒流算 好吧 巨蟹座 你沒有得罪人 但是你這樣不討喜喔 平常互稱好姐妹的好閨蜜 有沒有可能亦有異性的關係 就人間消失呢 連影子都找不到 這樣的星座女 你上榜了沒 很多巨蟹女有自己的人生進度表 幾歲要交男友 幾歲遇到誰要結婚 幾歲生孩子都定得好好的啦 如果眼前的對象是巨蟹女認定 以結婚為前提交往的 她就會很專心的談戀愛 專心到朋友都約不出來 時間全部留給男友 而且不是熱戀期而已喔 交往好一陣子 巨蟹女還是會以男友的時間為主 其實在她看來就是 是以家為重啦 甚至會在腦海中經常勾勒著 跟這個人步入婚姻之後 會發生什麼呢 她已經沉浸在其中了 不過有一派巨蟹女 為了不讓人覺得重色親友 有喔 他們反而會努力的維持平常 維持平衡 盡量也照顧好姐妹 畢竟她很重視人設 她可不希望以後流傳出去 她是重色親友 這是不可承受之重喔 日房夜房小三男房 作為女人我們都有當正公 被小三介入的經驗 有嗎 好沒有的話就是年紀還小沒有關係 以後就會有喔 好所以在我心目中呢 總是有那麼幾個星座 就算遇到這樣的事情 她們也能笑到最後 好到底是誰呢 我們來看一看 首先呢她們是超完美交妻的代言人 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 妳作為她的老公 妳很受不了她我明白 但是她得妳媽疼啊 連妳鄰居的媽都疼她 我告訴妳 所以我只能說巨蟹座的人設做得太好了 她們就是嫌妻良母的最佳代言人 出得廳堂入得廚房 然後又會帶小孩 然後又很顧家 又會幫妳顧面子 雖然關起門來 妳知道她的脾氣有多硬 可是大家愛她呀 已經佔據了穩固地位的巨蟹座政公 如果你敢背叛她 你敢傷害她 街坊鄰居都知道妳有多渣 知道嗎 所以如果你願意當渣男 那妳就放心的外遇吧 各位請注意 老公跟男朋友是兩種不一樣的生物喔 所以我們這裡談的是好老公 好的老公讓妳上天堂 不好的老公讓妳住病房 來看看妳到底有沒有加到神隊友 還是豬隊友呢 巨蟹也是在事業上很有上進心的 不過她的上進心是為了讓這個家更好 所以她絕對不會把家庭擺在第二位 因為事業而犧牲的家庭 有些巨蟹座甚至很願意把她的事業 拉到家裡來 比如說在家裡上班 或家庭集工廠 或者是全家一起在工作領域裡面 和樂融融 這都是她不敬意的 簡單講 巨蟹座不會為了工作而犧牲 跟家人相處的時間 而婚姻在巨蟹生命當中 也佔了一個很重要的份量喔 有了婚姻之後 有些巨蟹反而變得更正向了 更積極了 跟她單身的時候 很容易憂鬱的傾向是完全不同的唷 也會變得更有智慧 婚姻雖然是磨練 但同時也是她成長的動力 而且巨蟹座還有一個好處喔 就是她很願意跟人磨合 如果兩個人在一起 有合不來的地方 巨蟹會想說 那沒關係我來改 她願意改 就表示妳是她的真命天女 老師水瓶座是不是很常把門摔壞 水瓶應該不是把門摔壞 巨蟹座如果生氣 那麼就分三階段 神門氣 躲起來 寶箍 不要忘記巨蟹是水象星座嘛 水象星座就是情緒 特別容易受波動 一開始有些巨蟹座還蠻遲鈍的 她通常可能沒感覺 可是直到她的朋友來跟她抱不平 把事情會生會癮的說了一遍 巨蟹座才會越想越氣 越想越委屈 然後就越來越生氣了 其實巨蟹座的氣呢 是因為她有委屈的感覺 很可能覺得沒有被妳善待 沒有被妳看中 可是她又說不出來 她就會縮回她自己的殼裡躲起來囉 所以我只能說巨蟹座如果生氣的話 通常苦的是自己 老師那哪一個星座的控制手段是最厲害的 既有外攻也有內攻 情感勒索也是一流 厲害厲害 看起來很隨和其實在控制 十二星座誰是控制狂中的控制狂呢 巨蟹座是心理控制大師 他們有控制別人心理的能力 而且巨蟹非常重視人設 會不著痕跡地塑造了她的形象 比如說她是如此的勤奮 她是賢妻良母 她的真面目其實就是 形象都是創造出來的 她超怕被人發現她的真面目 也可以說這是來自於 她自我保護意識強烈的關係 巨蟹如果跟你在一起 她也不會以改變你為目標 她會默默地把你馴服成 她喜歡的樣子 打不倒我的 只會使我更強大 各位 你的人生遇到危機了嗎 遇到低潮了嗎 遇到低潮了嗎 當我們遇到覺得是絕境的時候 我們身上有什麼能力 可以使我們絕處逢生呢 再來就是巨蟹座了 巨蟹星座在我看來 也是自尊高能力強的族群 沒有安全感的你們 一般來說不會讓自己的人生走入絕境 因為你們很害怕這種失去保護的感覺 所以一向來說應該都是走在一個軌道上吧 但是由於你們的情緒非常的容易焦慮 而且有時候呢可能行走江湖難免會受到一些阻礙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會陷入一種 你自己都不了解的焦慮當中 那我給巨蟹座最好的建議就是 請你把你的恐懼跟焦慮說出來 當你說出來 然後透過周遭人的反應 或者是說出來以後你會發現 本來在你想像中那麼大的一個麻煩 在別人看來其實還好 甚至於他們有很多很理性的解決方案 那你的焦慮就可能瞬間就化解了 你就會發現 原來絕處有一半是自己想像出來的 懸崖好像也離你還有一段距離 我相信那個時候你就會好很多了 又到了年底或年初的時候 這就是工作大班峰的高峰期 除了老闆壞掉員工 也有員工壞掉老闆 本公司一個想離職的小編 今天就做了這一則專題 對 12星座有的人 上班的時候都想離職 今天我們來講12星座離職前的表現 來巨蟹座我們都很清楚 它是一個充滿感情的星座對不對 當然它準備離職一定有它很理性的原因 或者是它覺得這裡池子太小 好我是一個心智高遠的人 我當然就只好離開囉 但是它還是一個有感情的啊 它又是一個很在乎自己忍設的星座 所以它走了 也要留給你們好印象啊 一定要捨不得大家 那你留下來啊 其實巨蟹在做這個離職的決定之前 他們會掙扎很久 的確它是一個很容易沒有安全感的星座 它知道自己現在眼前很崩潰 但是它也知道走了以後 下一個未必會更好 所以其實它的那個焦慮或痛苦或擔心 會異於言表 還蠻容易看出來的 所以它的情緒如果有一點激動或高抗 或者是充滿感情 那搞不好就是它快要離開了 有幾個企業主呢 他們是在應徵人的時候 是有星座的選擇喔 有幾個星座特別受到企業的青睞 白羊座 天秤座 獅子座 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 我就見過強硬的這個天秤 一點都不圓融 沒有自信的獅子 別人說什麼就是什麼 保守派的白羊座一直不敢突破 這很可能是這些星座的人 還沒有找到屬於自己的路 還沒有遇到能夠發光發熱的事業工作 所以咯 我們就從星座的特性來看 每個人從自己的太陽來檢查起 你走對路了嗎 白羊 巨蟹 天秤 摩羯 我們都知道開創星座有開創這兩個字 很多人就會說 是不是要我們創業呀 當然不是 開創星座不一定會展現在創業這件事情上 通常會先展現在 你看別人不順眼這件事情上 因為你們是屬於很有個性的一群 開創星座一旦自己要上場打仗 就算之前沒有打仗的經驗 他們也會為了打贏勝仗 什麼都會了 如果你能夠交付一件事情 讓一個開創星座去開發 不要管它太多 你不要被開創星座 稀奇古怪的想法嚇到 給予他們這個空間 他們就會給你驚喜 我覺得開創星座欠缺的是一個目標 只要開創星座有了目標 你們十八般武藝就全部都出來了 所以開創星座也是我心目中 非常工作狂的一組喔 為了自己理想而工作的開創星座 我會非常擔心你的身體健康 因為你會忘記休息 我覺得開創星座的人是有責任制的 沒做好之前他就算下班回家 他心心念念也還在那個工作 不如趕快解決他吧 但我很清楚也有很多開創星座 你們是安於職場現狀的 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喔 因為你們的開創能量很可能是擺在家庭上 你把大部分的能量都用在家裡 以家庭生活為重的時候 職場很可能就不是你開創的主要僵場了 各位同學看完這支影片 我不能說你馬上就能夠在你現在的工作上 平步清雲再也沒有問題或再也沒有煩惱 你就在現在的位置上 而現在的工作要怎麼樣把你的性格強項放在這裡 讓它好好發揮呢 這才是目前你應該好好解決的問題 所以不要抱怨我好像待錯地方 而是要自問我在這個職位 有沒有把能量好好的發揮 大家一起加油喔 嗨大家好我是唐啟洋 從這個月開始我就會在Vogue頻道跟大家見面了 我會在這裡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嘗試或沾心的小知識 我們Vogue見